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今天是2022年8月17号,星期三 那今天呢,两四三大股子呢,再度重启上涨 那么结束了之前的这种啊,弱势盘整的状态 那么大盘呢,接近收盘呢,涨了将近15个点 显然呢,是已经啊,这个逐步放量 各股方面,我们看到是上涨的这个数量呢,稍微增多一点 低估值蓝筹这块银行股今天呢,全面上涨 为什么要全面上涨呢? 之前跟大家讲了挺多的啊,关于这个估值的问题 我说银行股的估值现在是历史上最便宜的时候 目前为止,整个银行板块的市盈率只有四倍 板块市净率只有0.33倍 相当于每股净资产,在每股一块 每股净资产的基础上打了3.3折 股价3毛3就可以买到一块钱的银行股的每股净资产 就这样的一个对折啊,这样大的一个折扣 那至于说消息面上又是降肿啊,降息了 那些东西啊,我认为那都是次要的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估值很便宜了 那么稍微有点事件啊,刺激 马上就起稳啊,就开始上扬 今天银行股方面,42只成分股全部上涨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位置呢 也是一个很明显的啊,一个底部区间的位置 指标方面非常明显啊,银行板块指数 现在复途指标不管是月线周线还是日线同步操卖 啊,那么周期方面出现共振啊,底部共振 那显然这个地方,底部共振之后后续将怎么样 向上发力啊,向上 再度上行啊,这就是这样的一个走势 那在之前呢,也给大家讲过啊,在昨天前天 关于低市净率200只低估值蓝筹啊 跌大部分都跌破了美股净资产 那么就是走一个漫牛走势 沿着粉红色的上行通道 这样的话未来长线啊,将沿着粉红色的上行通道 不断啊,向上攻击啊 向上慢慢的重心在逐步抬高啊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呢,低估值蓝筹 如果说你是对风险啊 相对来说呢,你比较重视风险啊 就是这个风险你,你比较啊 不耐风险啊 就是对风险看的非常重要 就说我根本不想承担风险 或者是我小风险的来投资 那低估值蓝筹就是你很好的选择啊 大金融板块,银行,券商,保险都没有问题 眼下大家呢,可以择远于啊 中长线的这样一个目标啊 眼下都可以分地区布局 没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估值已经是历史的一个极低的位置啊 那么至于底部横多长时间啊 这个就很难说了 那么横一年啊都有可能 那个都非常正常啊 因为低估值蓝筹盘是非常大 大家呢,买进来之后 背定马上就会挣钱啊 那么这是从一个中长期的角度 当然有的朋友召集赚钱呢 就希望从短线啊 短线的话,那你就要考虑当下的一些热点题材 对吧,那么近期我们也看到三条主线啊 一个是新能源 新能源里面的光伏啊,风能啊 这样的一些题材 然后就是什么,一个储能啊 储能呢,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电池了 一些这样题材 那么还有一条主线就是新能源车啊 围绕着这个汽车产业链展开的汽车芯片 包括动力电池啊,各种各样的动力电池 然后呢,像无人驾驶这样的一些题材啊 那就这就是主要的现在市场上的一些热点 当然除此之外 大科技板块 今天呢,再度呃,才开始恢复型的上涨啊 那今天看到了这个芯片概念 再度呢,呃,重启升势 题材指数短短的调了几天 今天小羊蟹,那接下来是什么呀 接下来就是上工年线 上方的年线不应该成为压力啊 近期虽然说在年线这个地方 呃,横盘修整啊 修整了大约到今天为止 八个交易日左右啊 但是接下来我认为 这个地方是大概率向上攻击 向上攻击 所以年线呢,是暂时的啊 那么中期来讲就是依托什么呢 依托季线啊 依托季线一路上工 那在最早之前呢 其实这个地方就是季线已经上穿了 半年线 那显示芯片题材指数 后续将沿着季线一路上行啊 所以现在看的话呢 题材方面啊 也是全面热络 但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当前这个市场的这个 总的来看 因为A股的 总共的个股达到4500多兹啊 那么平均到每次个股上呢 每天看的话 这个波动是非常慢的啊 有大部分的个股 可以说80%的股票 基本上都是一种弱势的啊 这样的一个横盘震荡的状态啊 朋友们啊 也不要太着急啊 因为整个这个资金呢 它也在浓动啊 它不可能 呃 场内就是这些资金 你不可能说就在 呃 一个几个题材里面啊 始终给你 作为拉升的一种状态 现在也不太现实啊 所以说资金呢 来回切换啊 来回切换 每天的成交量呢 4000多个亿啊 以上上海市场为例 那么你中滩到2000多只 多家上市公司里面 其实这个资金并不大啊 这个成交量 根本就不大了 那么当前的这个上市公司的 个数实在是太多了啊 所以里边的话 很多个股呢 我们看到基本上说 有的朋友喜欢盯盘啊 盯盘的时间长了 觉得太没意思了 现在这个行情啊 涨涨不动 下又下不来啊 下又下不来 然后呢 具体到这个个股上面呢 长时间横盘啊 觉得挺乏味啊 呃 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种啊 这种疲惫的一种看法啊 主要还是要基本面看啊 那么80%的常态 我告诉大家 都是横盘或者下跌啊 更是甚至更多啊 只有20%的是单边趋势 20%里边呢 又有10%是上升趋势 也就是市场当中 正常的一个状态 90%的时间 都是属于横盘下跌啊 调整 90%的时间 那么10%的时间 属于单边趋势啊 主要的单边趋势 那么利利说说给你拉伸一下 然后就开始磨叽了啊 开始横盘了 这就是市场的常态啊 常态 但这个大家又清醒的认识啊 很多朋友着急 认为我买进来 马上就赚钱啊 我觉得这个非常不现实啊 非常不现实 可能买进来以后 可能是短短时间内啊 可能会什么 可能会休整 我们看的是什么 不刚是说啊 我们认为说当前的这个位置啊 以大盘为例 那么当前的位置横盘 对吧 那么预估他要上工 对吧 在这个阶段呢 介入对吧 比如说最近几天呢 基本上就是按兵不动 甚至有些个股呢 还是小幅下跌 甚至前期呢 大涨过的一些个股啊 那么今天呢 出现什么 出现一个回踩 出现回踩 对吧 这也很正常啊 那么大的波段 通道向上的同时呢 局部呢 涨完之后 涨个百分之二三十以后 他就要调的啊 这个很正常 这个市场往往就这样 还有各种各样的 不同风格的投资者来参与 短线投资者 也就是拿股票啊 就拿了几天啊 十天八天啊 有可能 那么之后呢 可能一稍微获利就卖了 根本不看中线 具体未来的波段啊 什么基本面啊 什么复合增长率啊 每年的这个财报啊 他根本不看 短线什么 就是投机 投机嘛 投机氛围 是吧 比较浓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 一般来说是比较注重题材的 哪些题材热门 哪些题材当下主流资金进来了 就跟随做一把啊 基本上都是跟风者啊 都是短线投机 那么短线投机者 现在在市场当中 可以说占了相当一部分人 其中呢 主要以散户为主啊 以这个大量的 我们说散户为主 尤其是 刚加入这个市场 不多几年的散户啊 这样的一些玩 玩短线的 绝大部分人啊 应该算绝大部分人 因为着急赚快钱啊 赚快钱的心理 但是越是这样啊 往往越容易出错啊 那么哪些股票走得越强 可能会在当前 高点就追进来了啊 高点追进来之后 往往是 你看那个买点啊 今天我发现好几个问题 那么基本上买入的时候 都是在最高位啊 就前两天最高位买了 问今天该怎么办 我说你已经追高了啊 你这个地方不应该 在这买入 那赶紧出来吧啊 我说有些股票的下跌 可能是刚刚开始 那你怎么办 赶紧卖掉卖掉换股来操作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 这么一个风格啊 告诉大家 就是说越是在这个强势的时候啊 越是走得强的时候 你看指标啊 很简单的指标 到了这个KD界到100上面了 到80上面了 到100了啊 KD界 你这个时候 你还在上面去追 那就可能是最高啊 那就可能最高了 是吧 他就很 你短线的话 最怕这样的啊 就是追上杀跌 所以呢 主要的根本问题 还是要注意什么 就是上市公司的基本面 到底如何 这个行业有没有前景 最近几天 主力资金连续不断的在流入 储能 光伏新能源车 包括芯片啊 包括这个无线耳机啊 包括充电桩啊 无人驾驶 锂电池 对吧 这样一些这个 包括换电啊 那么主力资金持续不断的去关注这些题材 这题材就是当下 大家来重点把握的 但是这些题材里面的一些强势股啊 一些强势股 你也别轻易去啊 追那个顶啊 尤其是呃 涨了挺多了 那必然有部分这个偷着 我们说波段偷着和短线偷着 他要做了结 那往往这份人还占了相当一部分啊 那么可能是说一卖的话 又把又把这个又砸回来了啊 你刚好买这个高点啊 所以说呢 眼下就是呃 忌讳啊 最忌讳追涨啊 追尤其是强势 越强的你越去追 那眼下就是说什么 操作上依旧是必高就低啊 依旧是必高就低 就是长得太高了 你不能追啊 低位 看着底部形态走出来了啊 底部形态走出来 然后去什么 然后再去 再去找机会 再去布局啊 这是从 整个操作层面啊 给大家提个醒 那除此之外 我们看到今天呢 也有一些 这个流出的啊 但是流出的这个题材呢 资金很有限啊 超大单资金 比如说有机规啊 有机规呢 前两天呢 涨的确实是 比较凶啊 一连串的这个反弹 看题材指数 到达前高位置附近 在平高的这个位置 即前高位置附近 然后今天出现中阴线杀跌 显然呢 这两天啊 包括前天 昨天买入的 那么今天就很被动了 你刚好买个高点啊 所以这个地方呢 你能不能说 在这个前高的位置啊 一比较股价正好接近前高 那这个地方往往是不能追了啊 所以 虽然说阻力资金流出的少 但是我说他的不确定 不确定因素会会加大啊 这个地方起码会有震荡 所以说你做短线的朋友 你可能说短期之内啊 刚好今天就踏错节奏了啊 就把昨天就把有机硅买进来了 那你今天呢 就不会获利 包括后续几个交易日 获利的概率很低 对吧 那么大可能他会什么 再度下来 走个N字形 到N字形的调整 这样给你下来 下来之后可能说 这个地方又可能说 我们说一只股票跌个百分之十二十的 百分之二三十 他也很正常啊 对吧 这个跌幅算什么呀 要百分之二十的调整幅度太正常了 对吧 所以说你短线追个高啊 也觉得挺挺痛苦啊 所以说现在操作上还是要注意 比高就低啊 这两天虽然股指涨了 今天股指涨的成分里边 我们看到 其实主要是低股指蓝筹 今天确实进钱了啊 一个是券商 一个电力 一个银行 一个地产 建筑 是吧 今天呢 主力资金在 在流入 净流入啊 今天呢 券商股啊 全面发力啊 所有的个股 全部上行啊 银行股 四三二支股 全面上行 券商股 全面上涨 主要原因啊 我刚才说了 就是估值低 就是便宜 就是属于历史估值的地位啊 那么低估值蓝筹这一块 我认为现在什么 就是很好的一个 你如果早眼于中长线的这样的一个投资 现在就是逐步布局的时机 逐渐逐渐去把这个仓位建立起来 是个好时机啊 应该是个时机 那么买进来之后就不要去折腾了啊 就是说有些确实是优质蓝筹 白马股啊 折腾没有用 你短线投机 你再投机 你也不如市场聪明 所以眼下呢 像这样的啊 就早远于战略投资 那么拉大时间框架啊 去长线持有 对吧 这就是才最有最有什么呢 未来可能是赶上一波 我们说系统性的大牛市来临的时候 那么低估值蓝筹 依旧是市场当中拉升的最主要的力量 而且呢 不管是外资机构 还是国内的大基金公司 公募基金 那么他们的布局的重点啊 低估值蓝筹必不可少 而且占的这个权重会最大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眼下 我们一定要注意 低估值蓝筹 我今天再跟大家做重点强调啊 那么眼下就是很好的司机 那么以上所有的观点啊 仅供大家参考 那回过头来简单看一下大牌啊 今天向上突破 那么上方的这根进线 是去年3月9号的低点 和7月27号的两个低点的连线啊 那么这根连线呢 对市场后续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今天在没有站上之前 尤其是从昨天往前推 四个交易都没有有效站稳 而且昨天呢 还出现一个长上影线的一个十字星 好像是要调的样子 但是今天给我们啊 落了一个定心丸 是吧 今天在低估值蓝筹 银行券商保险 包括电力地产的拉伸下 包括中置头蓝筹的带动下 大盘呢 站稳到了这个进线的上方 而且成交量呢 略为比昨天有所放大 那么接下来的重点 像攻击哪里 就是攻击我之前给大家讲的 这个绿色的啊 这个大通道的上沿啊 大约的点位3370点附近 那么或者是在年线的位置 年线的位置在多少点呢 现在目测的话 年线的点位在3400点 也就是说3370到3400 这个目标附近啊 很有可能是接下来的下一个目标 那么今天呢 这根小阳线同时也确立 已经站稳了季线啊 季线的目标 32007啊 那么33007 再往上3400啊 这个区间 应该是可以啊 短期内可以达到的目标啊 我认为这个概率很大 所以同时呢 这个位置又是一个很强的阻力位啊 别指望说股指啊 一气合成啊 然后一路直线上涨 不太现实啊 我认为接下来呢 3370到3400点之间 这个压力区间大家要重视啊 到这个地方可能还会有反复 还会有反复 那么市场呢 它是一个螺旋上升的啊 这样的一个逻辑啊 这样的一个走势 不会有直线的啊 这种所谓拉伸的状态 所以眼下我们还是看到啊 下个目标3370左右啊 先看到那个位置 也就是上行通道的 这个大通道的上沿 这个点位啊 好了 今天的分享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儿啊 祝大家投资顺利 谢谢大家